有雲林之光的 馬光國中棒球隊 經常代表 幸福出征比賽 旅獲家機 除了棒球隊精湛的球技之外 不為人知的背後故事 就是還有一群 默默支持的麻吉神隊友 看球的裡面 把這裡球的裡面 攻擊這樣 十場北上比賽 首當其衝會面對生活的問題 身為神隊友 愛王基金會 不遺餘力的提供住宿 到場加油 甚至透過精心時刻 聆聽他們的心聲 大哥會牽著小朋友的手 然後跟他們分享 你今天打得怎麼樣 你有沒有什麼話 想要對大家講 跟大家分享 讓學生去講出 他今天心裡面的感受 跟他的同伴分享 跟他的隊友分享 我覺得他就是我們的一家人 我剛開始跟他們不是 很熱絡 久而久之來了之後 我都覺得他們心地就是散 他們出發點是溫暖 他們我們出門 大家都會圍在一起 這也算是我們一種 加油打氣的一種方式 他們用心地在照顧我們 我們去台北比賽 他贊助我們很多 也照顧我們很多 很謝謝愛王 都會關注我們 然後我覺得我打棒球的時候 我那個有時候低潮的時候 就會想到為什麼會打不好 然後就會想到愛王都會關心我 不只是照顧球場上的需要 愛王團隊也會在課後時間 進班幫助體育班學生的功課 穩固他們學習的基本功 學校裡面滿高比例的孩子 都是弱勢家庭 可能是單親隔代教養 或者是父母在外地工作 或者是他要需要忙得非常晚 他完全沒有辦法照顧到孩子 放學課後的這一段很長的時間 但是愛王把我們的 這個不足的地方完全地補過來 而且做得非常好 我們很希望給這邊一些 比較弱勢家庭的孩子 他們有一個新的路 也許他們可以走出 跟父母不一樣的一條路 愛王在這裡可以服侍到這些孩子 每個孩子都有一個很 很令人心酸的故事 但是我們服侍到他們的時候 我們自己都被感動 就是上帝怎麼這麼愛他們 彼此相愛的團隊精神 在愛王重重包圍下 馬光棒球青少年 在球場上的每一分努力 不管是先發或是後補 都將帶著自信心 向著標杆直跑 以上是Good TV新聞中心 雲林採訪報導